好,开机 开机的时候,首先进行这个手里的检测 有时候检测会比较慢 比较慢,它可能会等待一些 咱们这台是带手里识别的 现在是装的是这个AR手机 也就是我们用的头外手机 目前IPL这两个模式的 拥战感觉IPL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 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 能够控制的话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时间 最大是30 这个是功率 目前这个显示是功率 不是脚尾包里面 后期我们改掉的 最大呢,现在是500 这是一个能量有机 一会工作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数字是不太好长的 这两个角度标 目前是在IPL 这两个模式下才起做的 一个是走的时间 另一个是当线时间 现在这个就不显示了 这是开始,这是治疗 治疗我们可以调强度 一般我们调到最小热血的 返回主页 这是清零,清零的话主要是清他们俩 清当前这个 治疗点数 但是这个没有治疗点数的概念 所以这个按键也不行做的 先演示一下这个功能 那这个发射键 就可以进行这个NR操作了 按一下就可以 对吧 按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主要就是 贴着皮肤要做 进行这个不断的滑动 就可以了 如果是不贴着皮肤的话 这个能量还是比较大的 是比较烫的 先把能量稍微调低一点 看看最低能到多少 最低就10 最低10 最大是500 这个时候 能量就比较低了 五毛上凝胶 这么滑动操作就OK了 脸部啊身体啊都是可以做的 嗯 这个手柄我们先看一下啊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IPL手柄 长得跟它也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NR手柄的话呢 呃 前面这一块的话呢 是 不能够换波片 那就是死的 对吧 IPL因为它也是长的这个样子 但它前面这个框 我们是可以换的 啊 框前面会有滤波片 可以想要 呃 滤到我们想要的波段 这个NR主要的波段是 官方写的是1000到1500 呃 峰值波长是1300 啊 属于远红外了 1300 呃 功能上呢具体的话 可以参考我们这个资料 啊 其实主要功能还是 这个嫩孵 啊 主要还是嫩孵 当然 尤其是远红外嘛 它可以穿透到这个关节处 啊 所以说做一些这个 这个关节疼痛 啊 肺痛 肌肉酸痛 也是可以的 但是目前官方他们主要还是宣传做这个 这个 呃 能复用 这个是我们NR做身体的 啊 它的光板区域就比较大了 啊 官方的话 是63M 我们这个实际不到6 但也差不多了 啊 但我们现在现在 呃 宣传资料也已经是6了 对吧 这个是脸部的大概是3的 啊 这个是6CM 啊 这是双灯的 嗯 小手柄是单灯的 啊 这是双灯的 嗯 操作方式一样 那我就不展示了 这个主要是做这个身体 刚才说了像背部啊 像这个 包括身体的嫩肤啊 因为那个就相当于说 质量效率比较低 对吧 这个目前的话呢 我们也没有什么 嗯 特别标配的这么一个概念 啊 客户基本上他就是 可以去选配这些所有的手柄 对吧 但是常规的可能就是说 小手柄可以价格便宜一点 这个稍微贵一点 这是N2 对于这个两个手柄 啊 嗯 对吧 这个是操作面子 啊 这是单灯 这个是双灯 操作界面也都是一样 嗯 这个现在已经在选择了 啊 已经选择完了 啊 啊 已经识别到IPL这两个模式了 对啊 这个现在N2R就选不了了 嗯 这个是我们IPL的手柄 好 IPL手柄的话呢 这个就是 啊 这个就是 啊 这个整体就是裸漏出来的 嗯 从我换波片来实现这个 嗯 不同的波长 本部前原版的 嗯 嗯 原版的花道它是有两个的 啊 但它都是单独手柄的 对吧 就是一个手柄固定一个波长 嗯 嗯 但是那个程度 会比较高 但是我们也可以做 无所谓的 但是我觉得像 啊 这个可以换波片呢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对吧 原版的是有两个 一个是500到600 500到600 主要是红月丝 对吧 还有这个去斑 啊 还有一个550到650 啊 啊 它是这个两个 这两个功能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500到600 它宣传是对于白皮肤嘛 550到650是相对对 深色皮肤的 让我们通过这个两波片 啊 一个是500到600 一个是550到650 啊 来去 实现它这个原版的这个两个功能 嗯 原版的它的脱毛叫这个ATF啊 啊 啊 AFT 但是AFT的话呢 它那个手柄啊 嗯 嗯 长得还不太一样 对吧 它是通过另一款手柄来实验抖毛的 那我们要通过一块手柄的话 来实验它 所有我们的功能的话呢 嗯 也是还是通过这个波片 这个是640波片 啊 通过这个波片就可以进行脱毛了 这个是一个保护盖啊 啊 不用的时候 因为这个晶体落露了嘛 不用的时候一定要用一个套保护好 那这个OK吧 看一下这个 功能的话呢 这些呢显得是这个DYE-AOBT 啊 DYE是原版它所有的手柄都是这么叫的 啊 比如说它那个 500到600的波长的话 它叫DYE-VL 啊 它还有一个 500到650的话 它是叫DYE-VL 这个 好像叫SR吧 我记得 啊 然后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用AOPT 啊 AOPT和这个DPL代表 AOPT的话 其实是M222的一个概念啊 它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 嗯 嗯 啊 它可调的这个细节参数 但是现在它是改成相当于什么啊 相当于一个是一个 啊 S版本 啊 S版本 说白了就是一个快速模式而已啊 啊 我们可以看到快速模式的话 它可以调最大是10赫兹 10赫兹的话 最大就只能是1毫秒啊 啊 能量的话最大是50 所以我们先演示一下就是 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模式的效果 所以就比较傻 啊 这是10赫兹的效果 5赫兹最大是3M 其实这就是一个 啊 理解为一个快速模式而已啊 其他的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同 真的就是普通模式了啊 啊 普通模式 普通模式 其实就是1赫兹模式 啊 就是1赫兹模式 好 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说这个呢 是我们的脉冲数量啊 一个脉冲 两个脉冲 三个脉冲 四个脉冲 当然第四个脉冲的话 它就不显示 因为第四个脉冲的所有设置 都是跟你第三个脉冲一样的 最多是五个脉冲啊 最多是五个脉冲 这个是一组 打出来的间隔时间啊 这个打出来就是一组 比如说你现在是 是五个脉冲 那打出来就是一下 当然其实它是打出五个脉冲的 五个脉冲的话 间隔时间的比较短 包括脉冲持续时间比较短 可能它们再出来是五个 啊 但它打出来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5秒以后 打出第二下 这个是呢 脉冲时间 啊 你说说我们叫脉宽吧 我们先调整一个的啊 这就是脉宽 这个基本上就决定你的质量效果 啊 就决定质量效果 这个就是能量持续的事情 就持续10毫秒 啊 如果两个脉冲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 对吧 进行一个精细化操作 调整 比如第一个脉冲是9毫秒 第二个脉冲是10毫秒 它们间隔是14毫秒 三个脉冲就是两个脉冲 好 你可以打出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啊 但是基本上的打坏就是一下 哇 这一定要在眼睛操作啊 我现在就没有在眼睛操作 但其实这个光还是很小 打坏就是这么一下 啊 这不是时间多时间一秒 调调调 调调调 我现在去一点点 对吧 对吧 五秒以后打开这样一下 其他的也是最大是51 啊 他这个能量 其实不是一个实际能量啊 不是一个实际的能量 他实际是 只是一个等级啊 目前现在国内的话 可能都是这么做的 他只是 调节电压的一种手段 但是实际能量的话 按理来说 应该是通过我们去 把能量去实际测一下 然后包括给你他的包办面积 你测出来多少 然后经过计算 但是目前 呃 这个版本还是比较简单的 啊 你们记住这个不是实际的就行了 啊 但是他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啊 毕竟就是说你把它调 越大 这个能量确实也是越来越大的 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 基本上就是我们做一些什么 这个精细化 治疗的时候 再去做的 比如说 刚才说的所谓的脱毛啊 然后包括去斑啊 啊 痕跃丝啊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做的 包括其他的波长 我们也可以定制啊 比如说市面上可能客户 还比较喜欢一些其他的波长 那刚才说了 我们就通过这个做这个波片 就ok了 啊 做这个波片就ok了 因为现在目前这个波片 只是 呃 原版的两个波片 加上一个就是 呃 这个ATF嘛 它是单独一个手柄 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个手柄 只是单独一个做一个 这个波片而已 啊 但是也能实现它的这个功能 啊 这个其实就是快速模式了 对吧 进行那个 呃 扫射的这个模式 就像其实就跟NR NR一样 它做的时候也是这样去扫射 对吧 因为它出光特别快 啊 你也要通过这种扫射之类 那像这个基本上 那你不可能通过这种 比如说叫什么滑动 模式啊 对吧 那肯定不行了 这种一般就是开张式 对吧 打一下 打一下 这个还是看使用者的一个操作习惯吧 他如果喜欢滑动模式 就要选这个 如果是开 因为开张模式一定有机器化操作模式 效果也会更好 因为它可以做多脉充 这个其实就是单脉充 啊 其实就是单脉充 就模式一个单脉充快速模式 但这个单脉充快速模式 最多也只有5毫秒 对吧 比如我们把 这个可思数降下来 最多也只是5毫秒 但是这一个脉充在这个模式上 我们可以调到10个毫秒 其实像 10毫秒的话 那其实效果已经很好了 因为合起来的话 其实就30毫秒 虽然能调4个脉充 但其实电源充电已经跟不上 它4个脉充的话 其实受电源的供应和这个电容的系统影响的话 其实4个脉充已经打不到 它打出的不行应该就很差 这个就是总的点数 还有当前打的点数 这个可以看到 这个模式就有显示了 iR是没有这个两个数据 那点一下就清明了 所以当前就可以清明了 但总的还是要通过程序来清明 功能就介绍完了 就是三种一个IR 一个IPL 两个 一个快速模式 一个是平等模式 其他的 这个版本应该就没什么太多介绍了 其实就是在我们传统的IPL上 增加的一个这个AR